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曾经震惊香港 自去年10月起 这家经营被内地视为禁书的书店 5名员工先后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离奇失踪 其后又陆续现身内地电视台 称是自愿返回内地来协助当局调查 那么香港媒体和舆论界都认为 内地当局绑架铜锣湾书店员工破坏一国两制 侵犯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执法和司法权 在堵塞禁书流入内地的同时 扼杀了香港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那么这个事件对于促进香港日后 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今天香港著名政治书籍作家 铜锣湾书店经理人之一的胡志伟先生 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他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铜锣湾书店 事件的这个始末 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首先请您谈一谈 您是如何涉入这个铜锣湾书店经营的 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明海和经理李波 他们的失踪是怎么回事呢您认为 因为我跟李波是20多年的老朋友 以前他帮我做事 后来我帮他做事 以前我当两家杂志总编 请他当美术总监 后来他办了那个文化艺术出版社 给我出版了60多本书 60多种书 所以我跟他有二十几年的交情 那在11月6号早上 我起得很早 一打开电脑看到不幸说 那个铜锣湾书店四个老板 董事兼职员有四个人设中了 他当时还写设中 我立刻打电话给李波 我说你现在又要出版社 又要书店又要仓库 我说你分身无数 我说我74岁了 我看一家小书店 三百平方车我看得住 仓库有三千五百平方车 那我看不住 因为如果来几个人要来抢劫的话 我打不过他们 可是书店就在收口对面 有行路警察多得不得了 只要一叫墙也立刻有人来 所以我能看住 我说出版社因为有十几家出版社 它那个拘留名下有十几家出版社 那十几家出版社那很复杂 里面又有诗影等等 我说敏感的事我不做 我看一下小书店我能看住 而且这些书我家里差不多有 我家里有两个门书 他书店都有七千门书 我看得住 所以就经历 好的 那么您实际上是仗义帮忙 这样的话呢 涉入了那个书店的这个经营 于是呢 您也亲眼目睹了这个铜锣湾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 那您认为为什么内地当局 要对铜锣湾书店下手呢 他们冒险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可能跟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要整整军队 这个南海东海 那是国家的持络 一般认为有许多内部的报告认为呢 必有一战 可是那个时期呢 一般专家分析在2018年 但是呢军队呢 那个现场不理想 不理想呢还有那个机灭外泄 他们就是情妇啊什么的 这都是抄来抄去的东西 我从来不相信是为了情妇的事情 那个共产党干部有情妇的 200个300个都有 那个不管大局 根本不在乎 这些生活细节问题 他们不是一个整整的终点 那是因为有一本书叫 《中央军委大洗牌》 在2014年十月份出版了 当时中央军委就是七大军区 改组成五大战区 战区是国民党的名称啊 对 经济改战区七个改五个 刚刚开完最高机灭会议的时候 不到一个礼拜 香港就出了中央军委大洗牌 当时就当然香港有人上报了 有这本书 后来有一个人 一个人就买了25本 在我手里出去 当然各季度都来说这本书 来分析这本书 后来说为什么消息外泄 结果去查双业登记 这家叫新世界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任何人到香港政府税务就都会查到 现在老板是桂敏海 后来查到桂敏海 因为每个人我们都有个口袋 就到了国外的也还在了 这个档案带还在 查到他有个案底 他有个交通事故 就全球追踪他 瑞典 德国 泰国 香港 台湾 据个分析呢 泰国最不释放 泰国比香港容易 据个就把泰国带走了 还有呢 他两个伙计 一个斐波 一个叫阿平 那是10月14号 在深圳被捕的 还有一个林永吉呢 林永吉是24号 在深圳关口去看女朋友的时候 被捕的 瑞典海是11月17号 在泰国给带走的 礼波是12月30号 12月30号晚上 大概6点前后 在桂湾一条很偏颇的街上 给9个大汉 9个标性大汉带走的 带走的 好的 那您认为呢 看来内地当局主要的顾虑 是怕军事泄密 好 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 它是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这样一个传统的 那么内地当局这样做 在香港引起了 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当然在香港市民中 引起很大的恐慌 但是这个后果和影响 您给评估一下吧 最影响大就是 李波失踪以后 香港的港独思潮呢 就一天比一天的滋涨 以前呢 没有人公开限量港独的 就是因为李波 今天能绑架李波 明天张波 赵波 王波 那怎么办 如果它失踪了 我们不关心它 明天能到尾堂上怎么办 有人人自为啊 人心惶惶之下 这个港独事项就滞涨了 而且滞涨的速度很快很快 是的 所以这个现在有万方也承认 是李波事件引起了港独 还有就是错版业呢 是有影响的 当然各种各样的 关于国内的政治的书 还是有错版 有些题目更敏感 有一本书叫习近平与人通鉴 那么难听的 以前没有 以前李波他们出的书 书名很斯文 有些人用成语啊 一些比喻啊 没有那么 习近平与人通鉴 还有本书叫全中国 全中国马上完蛋 有这么一本书 还有本书叫毛泽东和乐伟 勾结的汉奸刑刑警 这么难听的书 以前没有过 在这个性质方面 现在出版的 就是抽到断水 水更流 但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好的 数量上减少了 好多 绝大多数的印刷厂 都不敢印政治书了 甚至我的朋友 有个梅先生 是美国华侨 梅先生 托我帮他印一本 四次的书 跟政治全部无关的 它是北大文学院毕业的 那郑先生说不行 我们要审查过 才能决定给他印不印 这四次有什么 它崩溃去到哪里 履行些 即兴附施 这也不能印了 弄得大家都怕 给绑架回去 所以政治影响非常坏 政治影响非常坏 其中一个主要的 恐怕就是香港市民 担心一国两制 遭到破坏 但是中国内地当局 好像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 是铜锣湾书店 它以优寄的形式 向内地贩卖禁书 是他们破坏 这个冒犯中国的法纪在先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是香港冒犯中国 这个内地当局的法纪 是在先 你看怎么评价 这个中国方面的 这种说法 第一个 根据我在里边 负责这家书的两个月 我发现那个买客 多数是高干 一个有经济能力 一个他们能够带进去 老百姓带不进去 他们有办法 他们办法 我不用讲了 他们能带进去 我甚至还记下一张名单 都是这边很高的高干 有些人几色本几色本买 六色本六色本买 他们有管道 你说这个禁书 我说因为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具有仓库有25万本书 给黑社会一个叫 陈显成的一个小混混 25万本 四个货卫箱 在二月份 春节前后运回去了 带进一本书是走私 带进25万本书 就是合理合法 而且这个25万本书当中 有毛泽东全节都有 澳门出的 六十几本 毛泽东全节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诗词 是李博夫奇两个人写的 毛泽东诗词解释 毛泽东全部试词 比以前还多 还有毛泽东娱乐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社会科学院出版的 一套有二十几本 几千块一套 那些全拿回去打纸匠了 那很奇怪 他们就这么没有文化 我说你这样文化大革命 你这黑社会 我当面骂他 我打扒一百次 你把毛泽东诛作 毛主席诛作 你就打成纸匠了 因为会生成去打纸匠 这些事情 你说带一本是犯法 带25万本 为什么是合法 这个不通的 这个没有办法 这样努备性解释 对不对 好的 我们感谢香港作家 胡志伟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